让我酒醉驾驶我也没关系 我没有让你是你自己走的 不是不是也没关系 朱先生骑着机车好端端的停等轰灯 却被后方的乡行车追撞 机车倒在车子旁边 没想到游行驾驶下车 浑身酒气还先发制人 你们这没有什么损伤 是啊 对啊没有什么损伤你一句话嘛 我现在多少钱就多少钱嘛 驾驶醉醺醺的相当阿萨里 一口气答应会负起全责 只要朱先生不报警 事发在9月11号晚上11点半 当时朱先生因为人没事只有车损 才同意和解没有报警 没想到事后车行估价五万六千元 游行驾驶的太太认为 金额太贵了无法接受 还要她到他们指定的机车行估价 结果估出来也是要四万多元 游行驾驶看到金额之后 竟然再也已读不回连电话也不接了 游行驾驶是议员参选人 为了选举一次酒驾想私下了结 更强调一定会付修车费用 没想到游行驾驶假和解真兆逃 其实后悔当初没有报警也来不及了 但要是游行驾驶再不出面 她将会为此提告 要游行驾驶付出代价 记者韩志兴李渥真台中采访报导